山随平野境 将入大荒流 千古名句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山水画卷 月下飞天境 云生结海楼 让我们跟随师仙的青春足迹来一场神舟壮游 这首《杜金门送别》是李白初暑的时候所作的 《战剑去国 慈亲远游》 这怀着伟大的理想开始他的漫游 他第一次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向三峡下雨一周杜金门 是准备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报复 所以此刻他心中可以说是兴致勃勃 他在远行的船上眺望远方 他看的不是远方 那是一个盛世的影像 所以他此刻的心情是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 山随平野境 将入大荒流 写得必争如画 气象壮阔 月下飞天境 云生结海楼 在这一句里边 飞字用得非常的奇妙 李白八月亮比喻为天境 这个天境正在由天而落 全诗明白如画 意境高远 掌声有请经典传唱人 黄西莫元元 尤其两位 我是经典传唱人 王熙 我是经典传唱人 霍远远 我们把杜金门宋别唱给你听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文字幕志愿者 李白八月亮比较 天山 云末 古帆线 心有梦带远 离香远 心莫悲见 日月伴我年年 大江流 夜未央 天高原 难熬乡 今春正好 人间毫妙 装置凌云是毕宫 都愿情难忘 爱兰聪处勾涌 山随天野寄 降入大黄流 月下海天际 云生至海楼 仍恋故乡水 万里所心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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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高原 人好香 今春正好 人间毫妙 装置凌云是毕宫 都愿情难忘 爱来从今初有 山随冰野几亿 相如大黄流 山随冰野几云 天空的雨 秦冰野几云 孙制海读 湮温 湏温 南消灰澀 湮温 湮温 湾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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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送寻中 掌声有请 郭元元 王熙 刚才这首歌确实也能听到 两个人在配合当中的这种音律的差别 带来的这种反差美 王熙是男低音 很深沉的男低音 然后郭元元又是那种很高亢 灵动的女高音 所以这两个声音合在一块 却又无比的和谐和美妙 而且我突然就想到 郭元元还有一个代表作品 这个作品很有意思 是总台央视的一个纪录片 叫《航拍中国》的主题曲 就是郭元元唱的 但刚才如果说 郭元元元的声音 是站在珠穆拉玛风之巅的话 那王熙就是在屠鲁翻盆地 但是我觉得就是要有这样的反差 你才能把李白笔下 刚才我们想要读到的这种 三峡的这种壮丽景致 能表达出来 就刚才我不太知道 这个从音乐上来讲 刚才他俩的这个音域差了 两个半八度吧 两个半八度 两个半八度 这个差了很多 对 但是您有觉得不和谐吗 没有 我特别喜欢他这个低音 他们俩这个合作 我觉得特别好 真是男生就像一座高山一样 像山一样稳稳地立在这个地方 雄魂壮阔 雄魂壮阔 对 所以这个用男低音是特别好的 然后女高音呢 就跟那个水一样特别围婉的 特别婉转 特别清澈 特别干净 特别透明 像山间的云雾缭绕 然后像山脚的流水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高山流水 玉枝音 玉枝音 对 把这种男生女生 一进一动 融合在一起 当两种极大反差的 搁到一块的时候 就会特和谐 特别好 祝贺你们俩 小老师听完什么感觉 黄熙嘛 他声音非常有特点 作为Best Barton的话 在中国本身就不多 这是流行圈内的 恐怕就是孤本啦 他的厚道谦和 又让人觉得很温暖 同时呢 远远它是一个 抒情花枪女高音的条件 他把它分得开 他的声音化妆能力很强 作为美生 去声音化妆是很困难的 但是他做到 声音化妆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唱什么像什么 作葬礼 就为声音 他们俩这种组合 是奇妙的组合 奇妙的和谐 对 非常和谐 所以这次两位的合作 选择了李白这首诗 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对 其实我们这次的这个理念 这个概念应该是青春 青春中国大美山河 其实在这个主题里面 有很多都特别适合的诗词 当然最后选择了 李白的这首是因为 他整个的这个画面感 就像那个圆圆说的一样 就是他给人是那种 航拍的感觉 对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 是一个很高的视角 对 它是一个很高的视角 我起初拿到这个诗词 然后在演唱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唱 没有任何自己的理解 但是后来 我给我自己 就是一些时间再去领悟 以及在后边的副歌的时候 要有那种 李白醉酒之后的 那种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会更加地适合 李白写这个诗的时候 实际上是从长江的上游 就是在现在的重庆 山地很多 进入了湖北 当然就进入平原 所以他说 山随平野进 江入大荒流 一个人在江上向前走 坐在船上 水流的深厚 才能让他走得更远 而大山的护佑 才能让他拥有 更加雄厚的底蕴 但后边有两句也很重要 叫月下飞天镜 云升结海楼 这个月下飞天镜 就是他在船上向上看 看见那个月亮 像镜子一样 然后再看那个云 一层一层像楼一样 所以山随平野进 江入大荒流 是个水平的 月下飞天镜 云升结海楼 是垂直的 诗人虽然非常年轻 但是在写诗的时候 把自己的胸怀 把自己的展望 构成了一个 很立体的画面 但李白这首诗里描写的 那个地方 你们去过吗 在我刚工作的时候 十多年前吧 也是我正青春的时候 有幸到过宜昌那边的 这个三峡坝区 然后呢 就见到当时的这个景色 是确实非常的壮美 两侧的高山啊 层栏叠杖 感觉也非常的险峻 然后长江这个宽度 特别的感觉很浩瀚 然后气势浩荡的感觉 然后呢 我就在想 我当时看到的这个场景 不知道是不是跟诗人李白 经过时看到的画面一样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三峡的这个壮美景色 留给我们的这个豪情壮志 一定是相同的 我觉得很多人喜欢旅游啊 为什么 我估计就是因为 他们游历在祖国的这个 明山大川之间 然后江河湖海 会给人们带来很多的 这种青春的感动 还有青春的力量 反正在很多人的想象当中 就觉得李白啊 就有点像今天的那种旅游博主 走到哪儿 诗就留到哪儿 你想他的足迹 基本上从他的诗里 就可以理得清清楚楚 我觉得在中国古代 特别是在唐朝 交通还极为不发达的情况下 交通工具极为落后的情况下 他能几乎走遍 大唐王朝的国土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说明他有着 极为旺盛的生命力 说明他有着 非常强健的体格 也说明他有着 走遍大地的这样的勇气 我想这只有一个 有着非凡想象力的人 才能做到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在这个时候都能写这样 镜像开阔的这样一首大诗 这就预示了他的未来 也是不平凡的 所以我在想一方面要见 非常之景 方能有非常之诗 但是无论是怎样的 非常之景 非常之静 最重要的是要有非常之智 所以李白的这个传奇的诗篇呢 是因为他有着非常之智 驱动着他做非常之行 才会有非常之诗 但是我也要告诉年轻人们 虽然我说李白是个旅游博主 但是今天的年轻人 真的好好向李白学一学 人家在当年那样的信息条件下 他得读多少书 他的文化积累得到什么程度 他才能游到每一个地方 文章典故信首年来 所以让我特别羡慕的 就是这些诗人 尽管他们没有今天的航天技术 航空技术 但是他们写的诗 确实有俯拍的效果 对 是 还有好多诗都是有这样的 有 有 有 你心气急就嘛 尘风好去 对 长空万里 对 直下看山 直下看山 这都不算最高的 最高的依然是李赫 遥望其周九点烟 九点烟 一红海水 碑中泻 就是他看到的地球 他想象的地球是九点烟 九州嘛 这九州就是九点烟尘 那个海水就像在茶杯里头一样 这我都很难想象 像他这样一个 从来没有上过天的人 可能连高山都没怎么登过 他为什么会想象出 从空中看这个九州 就是九点烟尘 看海水就像在杯子里一杯茶 神来之比 神来之比 超越了科技 但是我想他 不论想象的高度有多高 他的出发点 一定是他脚下 深深扎根的这片文化的沃土 谢谢两位带给我们的经典有流团 接下来请给两位开启分享通告 苦国的大好河山 给了我们很多青春的力量 可以让我们以后 对未来有更多的向往 我是经典传唱人王兮 我是经典传唱人霍远远 如果你喜欢这首 《读经文宋编》 请和我们一起 唱响青春 心情快乐